老郎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郎思皇查一些我们推荐的三款播刀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为马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到了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有点应景 已故的赵紫阳的秘书包同 曾经写过文章说 不愿意做主宰臣服的总书记 认为赵紫阳是 他认为赵紫阳认为自己没有权力主宰 主导大地成佛 他把别人当人 而不是被支配被利用被摆布的对象 他也只是把自己当人 而不是有权主宰别人的天神 这是包同的赵紫阳 四十一周年时候写了一篇缅怀文章 2016年的1月16号写旧 那么2018年的1月16号 发表在亚洲自由电台 包同的文章 首先回忆自己当年被捕的情形 1989年的5月28号 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条件情况下 我被送进了监狱 一到秦城我就睡大觉 他说一天深夜 有人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 说是中央决定对我进行审查 要我仔细回忆 4月15日 药邦去世之后我逐日的活动 好了写了半天 大又过了十天 这个专案组告诉我 不要再去回顾我自己的行动 应该揭发赵紫阳 因为中央正在审查赵紫阳的问题 那紫阳同志有什么问题 他是我们党难得的总书记 他当时是这么回答 专案组 那至今他认为的包同书 能难也是这么评价赵紫阳 二十多年过去 赵紫阳也早已经去世 专案组没有再过问我 为什么赵紫阳那么难得 好了又到了赵紫阳去世的志愿日 他想应该要有所说明 包同说我这辈子见过无数党的领导 从中央领导 省委领导 县委领导 直到乡村社队的支部领导 终于给我形成了一个概念 领导一切不愧为领导一切 所以他在1962年邓小平 在书记处会议上 说要编一本党员教材的时候 当时这个论诺落实到 由中共中央制补支部副部长 赵瀚承担 赵瀚指定 由包同做最后通稿的时候 他只用了两句话 来形容这一类的党员 张开嘴巴 无非花号是令 伸出手来 只想指挥别人 当然这不是科学的全面的概括 县里偏狭的所见所远的我 只能坐如是棍 他特别谈到那一句话 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 党是领导一切的制度下 应运而生的领导 必须是无所不能的神仙 同样的道理 一旦被党决定双规 无不顿计还原为跳蚤 一个人上一个人下 他把这个党这样一种文化 做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勾勒和规划 包同说我见过的省委书记 地委书记 县委书记 公社书记 大队书记 各个有资格教导 农民如何种地 如何深耕 如何沦坐 如何密质 而农民就必须 恭恭敬敬的地厅 老老实实的照办 难得也有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赵紫阳 赵紫阳历来主张 是农民的自主权 同样 他说包同说也听过各种领导机关 对工厂对矿山的指责和训斥 直到那些惩罚和测试的命令 但是他直到这个问题上 赵紫阳也是例外 无论是在国务院 还是中共中央的会议上 赵紫阳所维护的 以其说是高级机关的领导权 不如说是企业的市场活动中 应该有的自主权 包同说 有些领导人乐中于当法官的裁判员 乐此不疲 教训法官如何如何定性 判案 但赵紫阳不得不难 他始终拒绝干预司法机关 独立行使法定的职权 他甚至拒绝流露出自己的感觉和倾向 因为他总是客观地告诉司法机关 党对你们唯一的要求是依法办事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要求 他有些党性很强的 政治嗅觉非常机灵的领导人 有一种从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 秀出敌对势力存在的特别的嗜好 赵紫阳从来都拒绝做这一套 他对主管主旋律的书记说 我们是看电影 不是审查电影 他认为自己跟其他观众是一样 不应该有审查作品的特权 包装说我和赵紫阳相处十年 没有见他指挥过科学家应该怎么创造 教师应该怎么教书 正如没有听他教训过农民应该怎么种地一样 赵紫阳他认为不认为自己应该有划分和决定 比我的权利和本事 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要广东省委 对李宜子的反动言论进来大批判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 却直接的把这些言论原原本本翻印了许许多多份 发给人民群众革命群众的鉴别 想必他认为老百姓比这个省委书记 更有分辨香花和赌草的资格 他说赵紫阳认为自己无权主导大地臣服 他把别人当人 而不是被支配 被利用 被摆布的对象 他也只是把自己当人 而不是有权主宰别人的天神 所以 向老百姓开枪 真的不是他最 尾时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赵紫阳家人后来一个回忆 他决定不执行 或者按这个要求去做 也跟家人通过报 希望家人能理解的 他的孩子 异口同胜支持父亲的主张 这也很难得 所以包同说 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居民学 党是领导一切这种制度之下 像赵紫阳这样的领导人 真的很难得 首先第一 之所以我在今天重提 当年包同写的这篇文章 只是对江泽民逝世之后 海内外的愚情反应 有一点促进生情的感慨 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赵紫阳是谁 当赵紫阳逝世的当天 联合早报的记者到北京大学的校园去采访 年轻的大学生对赵紫阳逝世的看法 年轻人居然不知道赵紫阳为何人 以为是一个什么歌星 第二 毛泽东之后 中共最高的领导人中间 有两位党的总书记 而一位党的主席逝世 政治待遇和规格也很不一样 我说了这两位总书记 一个是胡耀邦 一位是赵紫阳 还有一位呢 大家知道的是华国锋 胡耀邦的逝世 触发了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爆发 历史的情境和当年1976年 周温来逝世之后 触发了四五运动一样 但是胡耀邦的逝世 毕竟还有一点 跟他政治身份地位相匹配的 悼念的规格 比如说邓小平也出席了 罪道会 华国锋的趣事 倒没有太多的兴师动众 但对他的生平和政治评价 现在看来是实事求是 和恰如其分 至少肯定的他在 抓捕四人帮的扮演的 关键的作用和决士 那么在他逝世之后 也获得了一定的党内评价和尊崇 这一点也很难得 唯独只有赵紫阳的叙事 乃至今天 能处于政治敏感度极高的 政治人物的对待 这位被卢岳刚称之为 失败的改革家 跟自己的夫人 也只是在时隔十多年之后 在自己的家人选择民间目的 来入土安 如同包从所言 他始终不愿做主宰 成佛的一个总书记 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利 主宰大地成佛 按照包同的说法 他把别人当人 而不是被支配 被利用 被摆布的对象 他也只把自己当人 而不是有权主宰 别人的天神 跟现在的一些领导人相比 赵紫阳这也算是个大境界 很可惜这样的境界 没有跟随者 第三 江泽民的叙事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结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很多人有自己的解读 很多人也语言不详 也没有办法做出更精准的定义 更多人的共情 为什么对他有缅怀 有吻惜 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是因为最近十年来 中国政治社会经济 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大家有感而发 也有人把他比为林彪事件之后呢 毛泽东借陈毅元帅的追悼会 希望挽回一大帮老将 对他曾经所做的过世的一种谅解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也这样 第四 不愿意主宰 臣服的人 总书记 在中共党史上 似乎也只有一个 如果还可以举例说明 应该也包括 曾经主持过 党的工作的张文天 赵紫阳 这一类的 不把别人 当这个主宰 不把别人 把人当人 这样一个总书记 大概在中共的历史上 也是一段历史的绝唱 江泽民也罢 胡锦涛也罢 终究要走进历史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不能只看官方的概观论定 其实也可多倾听 民间社会的不同声音 第五 在这里 想愿意只把自己当人 而不是有权 主宰别人的天神的 赵紫阳 表示敬意 如果江泽民 也是如此 我们同样 对他表示敬意 很可惜 他并不是 第六 江泽民的趣事 有网友引用歌手 梁静卢的知名的歌曲 可惜不是你 但是呢 这次中国网管部门早有准备 很快就把那个灭了 更有的人在歌曲网页留言 就被近年365天 这究竟表现的是 执政党的自信 还是某些部门的怯懦 而自有公论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